的门诊 今天把这个工作结束以后啊 处理一下工作记录啊 内境的操作工作记录 开场的这个是一个中二胆脂瘤 手术以后的病例啊 数他这个手术区域的一个定期的清理 这个中二胆脂瘤是在六上世界六十年代做的啊 当时国内能做这个病例的医生极其有限 非常有限 是部队的一个医院做 当然以现在的观点来讲 这个手术可能还有很多 这个外观上并不是特别的美观啊 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 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中二胆脂瘤跟外道胆脂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啊 他这个中二胆脂瘤会对我们的中二结构 包括内耳甚至是脑组织啊 造成一定的寝食破坏 当然他这是很缓慢的 而且破坏的程度呢 因人而异 少数人会严重的损伤神经系统 所以说对这个病治疗呢 是一个要一个积极的态度 但是当然这个治疗的难度比较大 他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是一个破坏性的操作 需要拆除很多原有的结构啊 把单脂瘤清理掉 早期的手术主要是要清除中二单脂瘤 随着技术的发展啊 尽量的维持原有的中二的结构 或者是说重建原有的中二结构 最早的中二单脂瘤手术就是基本上把中二切干净啊 最经典的我们叫乳突 经典式的乳突根治术 那把中二所有结构都切除啊 很多人说那清理不是会破坏很多吗 啊 那这个没办法啊 就为了一个是一个保命 因为单脂瘤如果继续破坏的话 一些严重的病例啊 并不是说所有的啊 现在呢 有一些医生感觉有点 做的有点偏左了 有一些并不具备这种倾向的啊 破坏比较轻的中二单脂瘤 呃是要综合情况因素来考虑的啊 我说的这种 呃需要进行大规模破坏手术的是一些本身已经是程度比较严重的 他已经对内耳或者是神经组织有呃一定的侵犯的时候 那就叫什么两害取其轻啊 那先把它干掉 不然的话将来你就不是听力的问题了 你就可能会出现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说 呃 早期的这个严重的中二单脂瘤手术呢 是一个破坏性手术 就像拆炸弹似的 拆完了一个大坑啊 这个地儿 这房子也没法要了 就是这样 这些年 就现在随着这个显微镜啊 包括这些年的内静技术的发展 中二单脂瘤的手术已经慢慢开始 有一部分病例可以兼顾这个听力的状况 当然也不绝对啊 这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轻重而定 那太严重的中二单脂瘤病例也不能考虑听力了 或者你原先已经听力就被破坏完了 那也没得可考虑了 当然现在有一个新的就是 助听装置的这种植入啊 那有一些已经对内耳结构啊 有一定破坏的这个中二单脂瘤 可以在手术当中植入人工耳窝 当然前提是你这个内耳要有基本的一个功能啊 耳窝的这个窝轴这个功能要基本上保留 耳窝的外一些临近区域啊 周边区域损伤啊 窝轴基本功能保留 可以做人工耳窝的植入 现在还有这种人工脑干的这种助听装置的植入 当然这个脑干植入现在是比较新的 这些年刚刚出来还没有像耳窝那样啊 大面积的普及啊 可能在将来 将来的这个脑干植入呢 会更加的普及 然后回到咱们啊 现在这个病例啊 在60年代做的一个中腕乳秃的手术把腕到后臂切除了一部分 嗯 清理了当时清理了里边的胆脂瘤 但是啊这种手术需要定期的去把窗面 呃重新形成的这种脚化物质啊 再次的清理掉 这个病例没能坚持处理啊 他中间有时候几年实在不舒服了去医院处理 呃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接诊医生没有特意的强调啊 这种病例需要每年的清理 哦啊有的朋友感觉是脑子快出来了啊 这个还离脑子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这些组织都是从这个中耳啊中耳区域不是在外耳道了 那这后面一个大坑啊 这个上方隔着一层比较薄的骨板啊 再往上是脑子啊 你脑子还没有完全进去啊 里边还有一些啊上皮的组织残余用吸引器清理啊 这个后期用吸引器的话会引起比较明显的悬晕 因为他当时这个切完以后这些区域离前庭的神经系统比较近 敷压吸引器在这个位置会对前庭系统造成一定的刺激啊 他晕的还算轻的啊 之前有一个前年的吧 有一个老同志啊 那个晕的也一塌糊涂 都还没用吸引器 只是用勾支的时候就已经一碰就天旋地转了 最终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啊 迷路漏管应该是有这种漏管的存在了 中耳单指流手术后的清理啊 这个当时的技术条件的限制啊 导致了这个树枪开的不理想啊 一个成槽样 呃 现在的一般不这么做了啊 你现在的这个显微镜 60年代的显微镜还非常的 年代国内有没有资能有条件用显微镜的医生还很少 手术显 耳科手术显微镜啊 因为呃 耳科手术的呃 比较好的 耳科手术正式使用显微镜是从20世纪的50年代才开始 你想他刚刚六几年做的手术 现在会把这个槽开的更加圆滑一点啊 这个太陡了 这要没有内劲 光靠肉眼清理是非常困难的啊 好啊 这个病例已经开始晕的一大糊涂了啊 呃 后边这个啊 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外观看像是一个牛肉干啊 这是一个呃 之前在我这看过的一个病例 这病例我记不住了啊 病人自己描述几年前我看过 这一侧是有穿孔的 这侧是有骨膜穿孔的 他两个耳朵都有啊 那边那个穿孔大 但是那边那个没有什么特别异常啊 这一侧呢 几年中间没再看 我当时跟他说应该考虑手术 结果没 在中间他没做 没做呢 这一次觉得耳朵很闷很堵 过来一看啊 外边堵了东西 外边是一个叮咛双侧啊 里边因为堵的时间太长啊 已经跟个盘丝洞一样的 出了真具了 这个病例比较特别啊 这个牛肉干加这个 这叫叫叫叫什么 牛肉干加毛豆腐啊 这个菌丝啊 因为他很清楚的表示 上次我看的时候跟他说 鼓膜有穿孔 所以这个病例就没有 考虑用液体浸泡的方式 肯定是不行啊 因为有穿孔的病例 不能靠冲洗啊 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页先去软化啊 什么再冲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中耳的感染 就拿负压信息啊 一点一点的啊 就像土工作业挖坑道似的 往里头推 他这个外耳道空间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而且还很敏感 稍微往里一碰就在躲 清理到这儿的时候啊 还没有看到明确的窗孔啊 我还在想他会不会记错了 那边这是他的右耳啊 左侧是一个大洞 哎已经可以看到了 鼓膜上一个烈西样的小窗孔 这边小 所以这种啊 在处理外耳道的这种阻塞的时候啊 如果有条件直接清理 尽量直接清理 能不低咬尽量不低咬 因为你在没有充分清理之前 无法确认他的鼓膜是不是完整 这一层白毛 不然的话你这一点要泡软了再加一冲 一大堆阵菌不就直接冲到中二里去了吗 这个堵了有一阵的 他上次找我看应该是有两三年以前了 后续把这个软膏再打上 窗孔是一个成就性的啊 针眼一样大的一个小窗孔 这个东西 鼓膜窗孔挺有意思 有的人窗孔非常大能够看出来啊 但是后期自然愈合 有的人很小 但是就是长不上 这个东西 没办法啊 人体的这个 很多东西他不按道理来讲 好 这个后续再把软膏打进去就OK了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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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 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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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员 二位 操作